歡迎回來蘋果仙房市 在廣告前有跟大家聊了很多關於美國房市的狀況 那據台灣比較近的日本 因為最近剛好逢三四月賞櫻花 對 有些廉價 像我覺得全世界人都在日本打卡賞櫻 真的 可能順便去打卡賞櫻之外 還會順便去看個房子 那日本房市狀況如何 仙房市這邊有幫大家整理一段VCR 一起來看一下吧 隨著春天的到來 國人除了住國旅遊 到海外賞屋也是今年熱門的話題 日本是台灣民眾喜愛前往旅遊的國家 航程二到三小時即可抵達 想要看屋考察也很方便 我們台灣房屋海外事業機構 截至目前我們成交的戶數 大概320戶左右 那總銷進了在226億日元 首都東京租金收益可達4到6% 另外還有2020年東京奧運加持 讓周邊房市越來越熱 以一個數據來說 日本平均的土地 大概從去年到今年上漲的空間 大概上漲了10.8% 所以這也是國人為什麼想要去日本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 投資方式大概可以分四種方法啦 有很多建案 新城屋 你可以直接過去 然後跟他建商當地做買賣 這是第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 你一樣去當地日本 然後去當地的仲介公司 跟他說你想要買什麼樣的產品 第三種方式就是 你如果有一些親朋好友 是在日本 他的朋友或是他的親戚 或是他周邊友人 要房子要賣 第四種方式是 透過台灣業者 有在做海外的業者來做介紹 這種方式是比較安全的 台灣房價居高不下 國人秉持有土私有財的觀念 在海外照傾向投資房地產 首都東京都有23區 黃金五區分別在 新宿區 千代田區 中央區 港區及涉谷區 最受青睞 近一年房價漲幅約10% 以這五區的中古屋 它的房價大概是落在 以台頂的話 一坪大概60萬 到100萬這之間 新城屋 它的投包率 就落在3.5% 到5%這之間 它的房價大概90萬 到130萬這之間 國人到日本投資偏好 買異房產品 原因除了日本的 小家庭文化外 未來產品的轉手率 也會較高 國人要買這個房子 有什麼要注意的部分 交易安全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它這個產權 是不是清楚 第二個就是 你的房子周遭 有沒有任何的 嫌惡設施 第三個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地段要非常 要了解說 你這個地段好不好 那最後應該 最要注意就是 想要買海外的地產 最好能夠跟當地 有社分公司的台灣業者 去做做做做買賣的動作 無論至何處投資房產 也別忘了考量桌手容易多 陳那齊採訪報導 從影片可以看到 現在日本去自產的話 好像大多都選在東京 比較多 對 東京為主 畢竟大家也是對東京 比較熟悉的感覺 對啊 但是也因為 東京的房價比較高 可能租金的報酬率 就沒有那麼好 他剛才有說 東京的房價最近一年 漲幅大概落在10%左右嘛 就會稀釋到 報酬率的部分 對 所以也有一些人 是轉向大阪那邊 關係的地方去 那Jeffrey這邊 你有朋友去日本自產嗎 還是你自己也有 在日本那邊也有 賣房子 投資 身邊 日本真的是很夯啊 就是身邊真的很多朋友 都在日本自產 包括其實我們自己家族 都在日本有不動產 那其實我也剛才 從大阪那邊出差回來 所以其實日本因為 不管是民情啊 還有大家熟悉度啊 還有包括日本漢字 大家看起來就是比較親切嘛 不會像好像看到英文那樣子 有比較大的心理壓力這樣子 所以其實日本的不動產投資 在對台灣的投資人來講 其實算是接受度最高的 嗯 了解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就是大部分的人 如果要去日本投資的話 大部分都會希望是要出租為主 那如果你有出租的話 其實日本人對於外國人 到當地自產有收租 也是會課稅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有兩個圖表 就是如果你在東京 要當包租公的話 你要繳的租金所得稅 它的稅率呢 其實是從5%到40%不等 只要你的租金所得 就是扣除一些你的 房屋的成本之後 大概到190萬日元左右 你可能就會被課到 大概5%的租金所得稅的稅率 那其實Diana 今天有幫我們帶來一個非常詳細 就是如果你要在日本買房子的話 相關的稅就是代款承受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卡 你請Diana幫我們談一下 日本買房的相關的稅制 好 其實購買房地產就是三個階段 你購入的時候 第一次有一些費用 那譬如說我們在台灣 有所謂的印花稅 在日本呢 他們的名字叫印紙稅 印紙稅 對台灣人來講很熟悉 那他就是依照你的合約的金額 看你落在哪個級距 科不同的稅率 從1萬塊日幣到48萬日幣 這個區間 那第一次呢 登陸不動產有一個免許稅 科稅標準額的2% 建物的消費稅 目前在日本的消費稅是8% 但是在2017年的10月 預計會調整到10%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圖表 剛才Diana幫我們提到就是 有一個消費金額8%的稅 是到2017年的4月 就要調漲到10%左右 對這個消費稅就是 像我們的營業稅一樣 就是你去買一杯咖啡 你做任何一個消費 都要再加稅8% 對加這個稅 只有2%的調幅感覺應該不會是太大的一筆額外的負擔 還是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會成為一個主力嗎 會其實考慮說要在他調漲之前趕快進場買房子 對會有蠻多的消費者會考慮在調整之前進場 因為一般的買方去買都是所謂的這種 Apartment 公寓室 那都是持分 所以你買賣的總價裡面 大部分都是以建物的 所佔的比例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的消費稅是針對建物來課稅 土地是不課消費稅的 所以對於民眾來講還是一筆成本 第一次購買還有一個不動產的取得稅 這個是購入的時候的一些成本 那持有的期間呢 日本也像台灣一樣有所謂的房屋稅 地價稅 那他們的名稱叫做固定資產稅跟都市計畫稅 那再來有一個你有收房租的話 一樣就是報這個原權所得稅 就是這個所得稅的部分 那所得稅的部分呢 依照你個人年度的所得也是一樣有個急劇 那從5%到40%的區間課稅 好 最後你房產要處分的時候 有一個他們稱作讓度所得稅 讓度所得稅呢它的精神是 你有盡的資本利得才課稅 就是有獲利才課稅 對 是以這樣的一個標準 那各位可以看到圖表裡面寫 5年以內如果你短期出售的話 它課稅的那個%數是30.63% 但是超過5年以後呢 基本上是減半15.31% 所以其實日本它是鼓勵你長期持有的 就至少要5年以上 因為稅率是差到一半 其實是差蠻多的 對 那也有很多的消費者會問說 那如果我是打算在日本長期持有一些資產 然後收房租 我到底是要用個人的名義來買呢 還是用法人的名義來買 基本上呢你是看一下你法人的資本額 在一億以內你的年的淨租金有沒有收入在800萬日幣 如果有超過800萬日幣以上的話呢 會建議你用法人來持有 如果沒有的話其實個人持有 它的有一些折抵的空間還蠻大的 哦 了解 那像其實就是 其實去日本買賣房產 大家都會說其實稅付是最驚人的嘛 但是剛才Diana其實有提到 就是日本其實也是支持你長期持有 因為你只要超過5年內稅率就會降 從30%降到15%左右 可是其實日本除了 日本就是還有一個空污率非常高的現象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日本的社會有高齡化現象 像我最近就有看到一個媒體在報導說 日本好像最近大概增加了 將近百萬人的老人化 對 高齡化的人口 就是會帶動空污率的上升 那當然因為現在畢竟可能上班族或是學生 都會集中在東京大阪這種城市 所以感覺短時間之內 這些大城市的空污率其實不會提高 可是可能空污率都會集中在郊區的部分 那其實還蠻多人在討論說 可是如果這樣子長久發展下去的話 會不會空污率會影響到房地產行業 那有民眾會懷疑說 那我如果去日本買房子的話 我會不會有一天就是受到這個 空污率提高的影響 Diana 你覺得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投資人在日本買房子之後的轉手 我們台灣的投資加到日本買房 通常都是在都心五區 就是如果東京的話是挑都心五區 對 通常都是地點非常好 因為台灣人投資眼光真的是太好了 我們看一下圖卡都心五區 剛剛影片有提到 對 那剛剛廷方說的這個資訊 整個大東京來說 它的空置率可能有14%左右 但是以都心五區來說 像涉谷它的空置率是2%左右 最高的空置率也只有4.8% 所以其實都是低於5%以下 而且其實現在很多人說 日本的人口在減少 事實上都心五區的人口 居住人口一直在持續的往上增加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數據顯示 就是都心五區的單身世代的人口 特別是預估在未來的25年內 是會持續的往上成長的 所以這個住宅的供給其實還是明顯不夠的 就是單身族上班租需求對不對 對 那我這裡分享一下 在日本人他們在購物其實有一個循環 年輕的時候呢 你為了要賺取比較高的所得 你可能要到都心一些大的商社去工作 收入比較好 而且公司都會對於租金有一些補貼 所以你一定到都心去租房子 那等到你想要成家立業 想要有下一代生小孩 你可能需要比較大的空間 那在都心呢 租房子房租也比較高 所以你就會考慮往都心五區以外的地方 慢慢往外圍 對 往外圍去居住 那等到你的這個社會階段呢 可能已經完成了 已經邁入了老年的階段的時候 其實呢你獨居的這種狀況其實是蠻嚴重的 所以會希望住在一個有管理良好 而且社區機能良好交通動線 或是醫療的設備是比較先進的 所以又要再搬回都心要嗎 它又會再搬回到都心 所以在都心其實現在出現蠻多的養老宅 就是說它不用擔心未來 往生了以後這個房子處分的問題 它這是有點像這個地上的使用權的這個 這樣的住宅 對 可是呢它的機能啊環境都是特別適合老年人 而且日本他們現在開放一個新的政策 就是對於我們這些台灣人 如果是超過50歲以上 你只要擁有一個某一個固定資產在日本 它提供你可以在日本長期居留的一個長期簽證 那還蠻好的 那我之前就是去日本採訪的時候 其實我有聽到當地的業者有跟我們說一個蠻奇特的現象 因為我們那時候跟他們討論到說 台灣就是以台北房價來看已經在相對高點 那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台灣的中古屋是會增值的 然後我當時採訪那個日本也就是非常不可思議的說 為什麼中古屋已經是二手商品怎麼會漲價 因為對於日本人來說 中古應該要是折舊的 而且就是像剛才我們地圖上有秀的都心舞區 可能在這都心舞區裡面它可能也會折舊 但是折舊的幅度可能就比較低一點 達安達你也有聽說到這個現象嗎 其實買房地產最後增值的其實是土地 有價值是在土地 因為人口越來越多 土地一定是越來越少的 那沒有錯建物本身它是會折舊的 可是你可以發現日本他們的建築物 很多都是40年50年 其實外觀都還是維持得非常的新 那以這樣子的投資市場來說 事實上房價如果要貶值的可能性 其實是很有限 除非就是會遇到全球的金融風暴這樣的情況 所以location還是最重要的 那除了就是買賣房屋 像是剛才我們有提到這個習慣不同的話 其實市房是不是日本人在於租屋這方面也有蠻多習慣 跟台灣人是不太一樣的 像我有一個朋友他在日本工作 然後會租房子的時候就好好再繳一筆 除了像台灣的押金跟每個月的租金之外 還有一個禮金的東西 是紅包嗎禮金 不知道就覺得還蠻特別的 那Jeffrey這邊有聽說過日本租屋有什麼特別的文化嗎 就是像剛剛你講的就是說日本有一個蠻有趣的 就是說你除了一般的要繳的租金給房東的租金 然後還有一開始的押金 他們還有一個叫禮金的東西 就是感謝房東把這個這麼好的房子出租給你這樣子 那你也會善待他的住的地方 真的是非常有利的民族 非常符合日本人的文化 那戴安娜這邊有幫我們帶來一個租屋的文化差異 台灣跟日本的不一樣 那請戴安娜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覺得台灣的房東就是包山包海 就是你租給房客 你希望裡面什麼都要有家具家電全套的配備 一卡平箱入住的那一種 其實到日本去當房東很輕鬆 你反而不要提供這樣的個人的設備 那租客會比較喜歡 他們喜歡採買自己的家具 對 所以呢這個是我們台灣人到那邊去當房東很好的一個點 還有就是說你要找房客 基本上在那邊他們的房客要來申請租這間房子 都要提供他的身家調查 包括他在哪裡工作 你的所得有多少 然後在這個公司的職位表現 有沒有能力長期負擔你這個房租等等 你再來考核你要不要租給這個房客 感覺好像在面試 對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制度 是保證人的制度 他們每一個租客都要 背後都要有一個保證人 萬一他付不出房租的時候 這個保證人是要承擔他的房租的 那這個90%的租客都會要提供這樣的保證人 那如果例如說我可能要到日本去租房子 但是我在當地完全沒有朋友也沒有親戚 那我可以去哪裡找保證人 日本有一個所謂的保證人公司 你可以去投保 這也是一個商機 對 去投保 就是我要參加這個保證人公司 那我去租房子就由這個保證人公司 來當我的保證人 好特別喔 對 所以如果說房客他腳步出租金的話 其實房東這邊會從保證人那邊去 討回他之前欠租的部分對不對 對 所以對於房東來講 在那邊我們又收到非常高規格的禮遇 然後呢我們的租客可以說是非常低風險 而且又有保證人的制度 所以在那邊當房東是非常好的一個 而且他們好像都交給代租代管公司去處理 就是不會直接面對到房客 對 在日本呢物業管理公司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90%以上的物業都是有物業管理公司管理的 所以房東常常都是租了10年20年 都還不認識房客是誰 這樣感覺聽起來也蠻有隱私 就是不用直接跟房客面對面 交涉 對 好 那其實我們今天就是 簽房是我們剛才聊了 美國跟日本的房市 那其實會建議觀眾朋友就是 除了你買房當然是要挑地段 也要考慮到當地利率啊 或是貸款層數或是限制 可是其實我們會發現 如果說你對當地的文化 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的話 其實對於你日後 就是不管是 布置房屋內部啊 或是說轉手 你可能要了解當地人購屋的喜好 對於你投資當地的房地產 其實也都是有幫助的 剛剛租屋的習慣那個 對對對 都是跟台灣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Jeffery還有Diana 帶來精闢的解析 謝謝 謝謝